開始了嗎?開始了,好 很高興我們100天就達到500個訂閱 很謝謝每個分享的人 Sophia說有500個問題要問嗎? 先回答一些些,來開始問 開店前做的哪些評估? 咖啡是全世界第二大貿易的產品 所以咖啡其實是一個非常好的產業 只是現在咖啡店很多 賣咖啡的店很少 什麼意思? 有的賣牛奶的,有的賣裝潢 有的賣無線網路,有的賣打卡的 下一題! 什麼時候開始喝咖啡? 20年前 你這是透露你的年 透露怎麼樣? 沒有,沒 舒服的,大家隨便算都嘛知道 那你第一次喝到的單品是什麼? 曼特寧、坑亞、曼巴 都是身為老派 有沒有最喜歡的豆腐? 沒有,我覺得豆腐很好 進行咖啡店至今遇過最大的挫折是什麼? 被莫名其妙坑問500題了 等一下這是挫折嗎? 沒有挫折,沒有沒有沒有 好,下一題! 覺得當咖啡店老闆需要什麼特質? 我不是典型咖啡店老闆 所以我也不知道要什麼特質 你必須是一個商人 嗯哼 報告外幣 那你覺得什麼樣的咖啡店商明店? 明店嗎? 明店嗎? 你們這樣嗎? 我們不是典型咖啡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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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下一題! 庫美,為什麼叫庫美? 不是我去的喔 我們旅邊三會有影片公布 下一題! 為什麼咖啡店老闆都很喜歡養貓? 我不喜歡 那你為什麼養庫美? 我喜歡我的貓而已 下一題! 那如果想要學咖啡的話 建議從什麼路呢? 不用學了,直接開始做吧 直接開始做 學幹嘛?幹嘛學? 幹嘛學? 幹嘛學? 學人能幹嘛? 因為這件事已經很主觀了 你覺得好喝,有人覺得不好喝 10個有10個 就是你去學 學完之後 你沖煮的每一杯 你都覺得失敗 對 那你幹嘛學? 你的成就感在哪裡? 沒有 這不用學了 做就好了 沖來喝就對了 為什麼虎記不提供Wi-Fi? 咖啡店咧 你當這個光華商場 咖啡店 喝咖啡的 下一題! 為什麼虎記的甜點這麼少? 咖啡店咧 咖啡店咧 你當這個85度是有 咖啡店 這不是蛋糕店 好不好 下一題! 為什麼虎記的咖啡都這麼好喝? 這咖啡店咧 該不好喝,你開咖啡店 那我開星巴克就好了,要炒 好 好,炒我會剪掉 我覺得你不會剪掉 好,快 下一題! 有沒有贏藏版的菜單? 有 就不是贏藏版 對於沒有喝過單品的人 有沒有推薦不會被嚇跑的入門款? 什麼? 被嚇跑 他被嚇跑他就不適合喝單品了 下一題! 剛開店的時候有沒有想過失敗了怎麼辦? 沒有 因為不允許失敗 我是孤注一職耶 我所有的財產都下去了 真的 三家 全下 全下 沒有留 沒有人反對嗎? 當然啦 每個人都反對 只有一個人支持 下一題! 如果要聘雇員工,覺得員工最需要具備什麼特質 他是要來工作的 在我旗下工作會更痛苦 為什麼? 因為我要求你 不要想來回去工作 很痛苦 好,下一題 建議五年一路走來有沒有想過要放棄? 沒有 我們做得那麼開心幹嘛放棄? 這是最快樂的事情耶 我也想要給開咖啡店的後備什麼建議 現在時機不好不要開 太氾濫了 現在問題是 你要開一個四咖啡店 很難 很難 你要開一個不是咖啡的咖啡店 經營不久的 如果用一句話來說明 古蹟精神會說什麼 最後一題了 一句話 這個沉重了齁 對 重要了 要認真回答 對 所以你剛剛都不認真 我很認真 我們從第一天到目前為止 我們的初衷沒有改變過 你們的初衷是 我們的初衷就是 我們要做一個賣咖啡的咖啡店 我們要把咖啡以外 那些Locosco的都拿掉 回到最單純的那一面 我覺得這才是 長久經營的方法 所以我可以來虎記說 我要隱藏版 好嗎 不信你趴手不夠 是嗎